她是全网最不怕冷的女人,别人大冬天都裹棉袄,而她大冬天还在穿超短裙,高颜值高身材,把乡村带到走成T台秀。 网友都表示不愧是山东女子,身高真是没再差的,我是邦姐,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珍妮妮的乡村T台秀。 珍妮妮来自山东几宁,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,在她的身上,又一个山东人最明显的特征,那就是个子非常的高,她把农村的大街当成自己的舞台。 走起了T台秀,不少网友都表示不得不说,这大长腿小蛮腰,高挑的身材,不去当模特真的可惜了,虽然现在外面的天气十分寒冷,但是在别人都已经穿起大棉袄,裹起大棉被的时候,她还依旧穿着超短裙,只为展示自己的好身材,就是大冬天穿这么少,要是换做自己肯定的动感猫,脚灯一双恨天高,那原本就修长的腿显得格外的长,走起猫不来,比专业的模特还要劣胜一筹。 只要音乐意想,她身穿旗袍一登场,这古典和现代结合的优雅气质,简直能拿捏一众男粉丝,任何时间,任何地点,就算是在家里面浓忙的时候,她都会在休息的时候跳上一段舞蹈,除了在自己的农村大道上走秀,她有的时候还会进城去看不一样的风景,但是喜欢她的网友都表示,还是更喜欢看她在农村走秀的视频,毕竟那样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来她的美貌。 而当她穿上抑郁风情的衣服,又有了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格,除了喜欢跳舞走秀,她还非常地喜欢运动,经常和自己的好姐妹一起打羽毛球,有的时候还会拉上村里的老大囊一块跳皮筋,找找童年的感觉。 除了会跳舞外走秀之外,上的厅堂下的厨房,她也样样都不带差的,其实珍妮妮是一位是打实的老板娘,有一家自己的小饭馆,每次上采她都亲自给客人单上去,就是这走路的姿势。 不少网友都表示,看起来又像是服务员,又好像是空姐,还真是时刻都不能忘记,自己高贵优雅的气质,或许在她的心里,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模特的梦想,才不会吝啬用拍视频的方式,去展现自己的爱好。 但是不少网友都喜欢她的同时,也有不少的网友对于她表示质疑,每次看她的视频,尤其是当她走起路来的时候,背景就跟着一起晃动,很明显就是开了长腿特效,才能有这样的效果,而且大冬天还穿得这么少,一看就是为了博人眼球蹭流量。 看完她的视频,你有什么想说的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